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二哥 今天呢是我们到九寨沟的第二天 然后抽了点时间出来 带表弟阿三嫂他们出来 我们现在到去准备去一下神仙池 来过来个车 去 我们现在去一下神仙池 那个地方呢就是咱们以前 在电视上面也看到过的就是很漂亮的 很多个水池的那种水很清澈的 刚刚从九寨沟风景区那里 我们一直开车上来这里 大概是走了二十多分钟 现在到那个地方 二嫂你看那里 二十八道拐那里 就是这一段路有二十八个拐弯 很急的拐弯 二十八道拐已经是最后一道拐了 等一下我们要上的地方 是那边 咱们在那边山 看那边山 那边的山 对 阴雾蒙蒙的那边山 山顶上看不见了 那顺着那些公路一直上 有点崎岖哦 但是风景很美不怕 那这些蒙蒙的 蒙蒙的这些 看起来非常美丽 来我们继续出发赶路 哇现在到最高这里 这个观景台这里 这是我们你看 我们估计在这个海拔 会不会有三千米 这个海拔 你看那些山 这些雾 哇 哇塞 好漂亮啊 哇 你看刚才那下面那二十八道拐 啊 那个地方 那二十八道拐 哎呦 一直这样子开上来 哇塞 哇 这个风 听到这个风的声音 好冷啊 冷不冷 可能有三千米高了 已经到山顶了 哇塞 还没到三顶了 看那些雾 哎呦 哎呦 我还要往前面出发哦 一直走到那边那个山那里去 往那边那个山下 好冷啊这里真的 嗯 在这里第一天都感冒了 蛮高 走 出发 继续赶路 OK 现在已经到那个神仙池了 呃 马上我们就坐观光车进去 来 哈哈 三勺 二勺 去玩了 好 出发 哈哈 水连洞 海拔高度2902米 这个我们还要往上面走 2908米的海拔 不会缺氧呢 不会缺氧呢 对 还得往上面走 到4000米那种就危险 但是这里没有4000米高的海拔 哇塞 这个地方 水不够大 够大的话就漂亮 我们还要去那个池内去玩 神泉 从那边一直用那个木槽一直接过来 这个水我刚才碰了一下相当相当的凉 应该很清甜 这里的海拔呢 比刚才我们在那里高了18米 达到了2920米啊 然后等下我们继续往上走 太口渴了 气场楂楂的 在下面休息 天학교很干净 Own 看这里 往上面去看神坠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 二嫂刚才在这里摆拍 美不美这个地方的风景 都坐到几张身边回去留念一下啦 你看 市面到处都是 树木 唯独这个地方 你看有一块这么漂亮的地方 是吧 而且它那个水 太清澈了 我总是没有鱼 有鱼的话我就盘了 真的 水自清就无鱼嘛 就是因为太清了 你看它水下面会有一层那种绿绿的 嗯 你看这一块 可能可以坐好滑梯下去哦 太漂亮了 窑尺这叫窑尺 这不简单啦 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来这里看 哦 有这种地方 你这样子看啊 其实很深的 可以感觉到很深的 但是清澈见底 啊 对 有一个一两米深 可能不止 因为它清你感觉不到 其实应该是很深的中间那里 哦 真的太美了这种水 怎么那种树都倒到那里 好漂亮哦 它这是自然倒下去的嘛 是不是 那里地震的时候 不是地震它树老了之后嘛 就像那种旁边那种老的树 它都倒下去 它不会去理它的 嗯 嗯 等一下发现没有这是一道风景啊 对 好漂亮 好漂亮啊 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像我这么帅的人站在这里我跟你说 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亵渎它 真的 那就要怎么说的 酒在风景美文化 好想 淫湿正天下 奈何我没有文化 我找太美了 真的你看这里 哇 这种地方 你看那种水 好清啊 还有那边那个大藤也是啊 你看这里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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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美了 我们欣赏过后又往下一处风景 下早再看 等一下好感回去哦 嗯 好嘞 嗯